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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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撞击成分过大 这样都不能拉出质量高的 加转弧弦球 拍行过分前倾摩擦太薄 容易落球 撞击过大旋转走不强 触球顺天 手腕的摩擦发力也很重要 它直接影响到球的旋转 速度及力量 拉球时身体重心的旋转 和步伐移动 是拉加转弧弦球的重要保证 以上几个方面是练习拉加转弧弦球时应该注意的 初学者要多观摩多练习 球迷朋友们 看见这些球星们的动作 不是更能加深你对弧弦球的理解和认识吗 弧弦球已经称为现代乒乓球技术中的重要技术 不会拉弧弦球 说明你对乒乓球技术 掌握的还不够完整 不够全面 取得成功也是非常困难的 球迷朋友们 要尽快掌握弧弧弦球的技术 和发展它的打法 使我们的弧弦球水平能够普遍的推高 能够涌现出更多更好的弧弦球选手 来冲破欧洲弧弦球技术的优势 参加弧弦球技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